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无数的机器人 从大楼的上面不断地跳下来 朝着他们这边包围了过来 不用言语交流 大战直接开始 五竹叔 送我上去 范贤突然对身边的五竹大喊道 他可不想这样磨磨叽叽地战斗着 他想要速战速决 好 说着 五竹便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范贤的身边 然后抓住范贤猛地朝着天上扔去 在空中悬停的瞬间 范贤直接进入到异能模式 他看到了 在这城主府的周围有如同洪流一样的电磁辐射 在城主府内部有无数的机器人躲避着 等待着杀出来 正好 范贤也想试试自己的推测 看看自己大范围异能攻击之后 身体是否能够撑住 他渐渐地闭上了双眼 他感受到了电磁的流动 猛的 他想要这些电磁辐射射尽头的东西全部死亡 全部自爆 于是 整个城主府上空 雷云弥布 因为所有的电磁线都在这一刻 全部都攥在范贤的手中 给我爆 范贤大喝一声 然后就开始催动了异能 地面上 所有的机器人在瞬间就僵直固定在了原地 下一刻 纷纷化作火焰 爆炸 整栋城主府 此时也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 巨大的爆炸冲击波 产生热浪 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了灼烧 月牙 白领掌等人都已经麻木了 范贤能够一招将五十多个捕食者全部杀死 这些只有四品五品的小机器人 自然也都不在话下 范贤稳稳落地 然而 他落地之后 竟然看到有人从城主府中走出来 一瘸一拐的 正是唐冰 他的身后跟着一个机器人 范贤看向唐冰 唐冰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呀 为什么要对手无寸体的无辜之人下手啊 为什么要将整个月牙城变成人间炼狱啊 月牙也在咆哮着 说 月牙城的居民到底在什么地方 唐冰却笑了起来 嘿嘿嘿嘿嘿嘿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令牌持有者 你提出的方案我自然不敢拒绝啊 可是这样 就想让我忘记自己的仇吗 我做不到 所以我的仇 我一定会自己来报的 白令长 现在看到自己的族人全部都被屠灭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很爽 有没有想要弄死我呀 哈哈哈哈 白令长咆哮着 拿着手中大刀跳出来 老子现在杀了你 不过 范贤拉住了他 就像当初战场上范贤拉住唐冰一样 可是 你为什么要勾结竞技之门啊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工智能为伍呀 嘿嘿 勾结竞技之门 嘿嘿嘿嘿 唐冰此时又笑了 好像他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他应该做的那样 似乎他在反问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不过 唐冰的下一句话 却是让他们疑心忡忡 我没有勾结竞技之门 嘿嘿 我完了 人类也要完了 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打开了 真正的魔鬼正在回归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机器人猛然一刀下去 直接命中唐冰的要害位置 不要 范贤猛然出手 已经顾不得这么多 那机器人被范贤瞬间捏爆 范贤来到唐冰的身边 什么潘多拉的魔盒 你究竟做了什么 此时 唐冰已经奄奄一息 唐冰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 从自己的口袋中摸出一把钥匙给范贤 你要的答案都在这里 他是无辜的 唐冰的手终于软了下去 他死了 此刻 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 月牙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真是唐冰的过错吗 不 在场的每个人都有错 范贤并没有离开城主府的位置 他仔细检查城主府 想看看这栋已经被炸毁了的大楼中间 能不能寻找到一些证据 不过 里里外外寻找了一遍 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范贤忽然想到 唐天最后时刻说的话 他是无辜 显然这句话是在为谁求情 可是他也没有特意说明是谁 想到这里 范贤又摸了一下那钥匙 有些熟悉 想起来了 这是驼峰商队 在月牙城落脚的地方 也就是后来被二幕会的人 屠杀的地方的钥匙 此时 宋波等人已经将水洞 地下黑市 黑色铠甲制造工厂等地方 关押的人全部都营救了出来 范贤月牙也立即赶过来 仔细询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早上醒来 我们就看到了许多机器人入城了 那是跟我们之前见过的机器人 都不一样的品种 唐兵议长告诉我们 因为荒城那边在打仗 所以这些机器人是荒城派过来保护月牙城的 所以我们就都没有怀疑 可是到了中午 突然有消息传播开来 说是禁忌之门 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让我们立即躲到地下黑市 水洞或者其他几个比较安全的避难所 于是呢 就拖家带口的到了避难的地方 谁知道我们到了那里 唐兵议长就翻脸变卦了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记忆检查 范贤想了想 问道 你们确定这话是唐兵议长亲自传达给你们的吗 好像不是 所有的命令都是通过机器人来传达的 我们也不知道那些机器人是从哪弄过来的 但是当他们开始对我们检查记忆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于是就提出疑问 谁知道那些机器人竟然直接开始杀人 范贤一证 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些机器人入城的确跟唐兵有关 杀白令长的人也跟他有关 可是后面的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其中的问题就大了 一个居民又说道 不过我们听到那些机器人说话 他们要从我们身上扫描数据 说有了这些记忆数据 就能够给系统补充这个时代的情报这类的话 补充这个时代的情报 范贤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难道说有什么东西也是来自跟成都 左近阳同一个时代的存在 正在悄然醒来吗 那就太可怕了 听完 范贤起身 但是他的内心却是久久难以平息 可以断定 这些机器人必定是唐冰召来的 可结果是无论范贤他们回不回来 唐冰最后的结局都会死 然后范贤叫司令给荒城的机甲发送信息 叫成都来岳崖城 因为范贤隐约觉得有远古的东西在苏醒来 或许成都可以帮上忙 范贤安排完前往协助子愿他们击杀蜘蛛机器人 现在这一大片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蜘蛛机器人的尸体 可是仍然有无数的机器人朝着子愿他们这边过来 似乎杀不尽一样 这里不会还有蜘蛛机器人工厂吧 司令说了一句 在荒城的时候 他们可是讲过弹形机器人的制造工厂 就是这样无边无境的机器人朝着他们扑杀而来 想到这里范贤随口说了句 子愿 送我上去看看 站得高 看得远 范贤想在空中看看 这些蜘蛛机器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转换异能之眼 直接朝着地面上看去 数不尽的蜘蛛机器人 他们身上总是会有淡淡的电磁线浮动 朝着远方看去 还真是看到了所有机器人出来的源头 真有一个制造工厂 在专门制造这种蜘蛛机器人 原来是在那边 范贤猛地转过头 五猪叔竟然半空悬浮在他身边 叔儿 你的轻功升级了吗 凌空漂浮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啊 哦 五猪好像这时候才发现范贤一样 这是吸收了纳米核心之后 最新掌握的技能 纳米核心 还能让机器人有凌空飞行的能力 反正范贤是觉得这样的功能实在是令人有些头晕目眩 范贤干脆不理会物竹自己降落到地上 司令 那边还真有一个工厂 带着这铁家伙 我们就毁掉它 说着 范贤也挂在那机甲上面 朝着那工厂的方向去了 很快 他们便跨过了黄沙之地 跨过了无尽的蜘蛛机器人海洋 直接来到了那工厂跟前 范贤来到这机器人的核心位置 见这能源也早就已经消耗的差不多 即便范贤他们最后不来杀死这个机器人 他可能也走不出两公里 就要倒地不起 范贤他们也算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正好给了这机器人最后的一击 然后范贤又来到机器的制造区域 范贤心中震惊无比 不过他已经认出了那东西 虽然说3D打印的技术 最终不过是存在范贤的脑海中 他也没有见过实际的物体 不过第一次见到这场景 他就认了出来 通过3D打印 直接制造出许多的蜘蛛机器人 而且被制造出的机器人 所有功能都是齐全的 而且生产制造的速度十分的快 范贤五竹从那里面出来 然后寻来紫苑说道 就这个东西 咱能不能将它移动到月牙城附近去 仔细看看这机器人工厂 虽然已经很是老旧 不过体型还放在那里的 想要将这玩意儿 直接运送到月牙城周边去 想来这事儿也只有紫苑能够做到 紫苑尝试了一下 点点头 轰隆隆 于是那巨大无比的机器人工厂 被紫苑当作是一个整体 完全将它悬浮了起来 升入到了天空之中 随后 苦河五竹和司令 跟着范贤 前往之前驼峰商队落脚的客栈 那座城中央的落脚客栈 已经被重新收拾 清洗过了 司令 你跟着我 五竹说苦河大师 我们分头行动 将这客栈的每个角落都寻找一遍 看能不能找到点线索 说着 范贤亮了手中的钥匙 他断定 这里应该有和这钥匙有关的信息 进入到一个地下室中 一整片的漆黑 都被司令手中的光照点亮 不多时之后 这地下室中的电灯 已经自己亮了 大家四处查看 范贤也仔细寻找 突然 他看见里面的一面墙边上 那乱石花纹中 竟然有一个 隐藏得十分巧妙的钥匙孔 于是 范贤将钥匙插入了京区 哄隆隆 听到有石头相互撞击的声音之后 只见一道石门打开 或者说是暗格比较合适 只见里面放着几本书册和地图 范贤拿过来草草一看 突然 他脸上浮现出一脸的恶然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